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哥哥张国荣身上的事情如梦如幻 更有许多显为人知的密闻 伴随着每一年的悼念也在一步步地揭开神秘的面纱 4月1号港媒收到了一位张国荣忠实粉丝的爆料 除了分享两人亲密的合照之外 还透露张国荣的一些甜蜜蜜史 包括他与唐赫德同居的一些事情 原来私下里的张国荣搞笑且朴素 当然他也有惧怕的一面 基本上所有的荣迷都知道 张国荣对粉丝十分的疼爱 甚至将一些甜粉当成家人 有些私密的话语甚至都会与他们沟通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时隔20年仍然喜欢他的原因 据悉 这位粉丝喜欢张国荣长达34年并成为张国荣的倾诉对象之一 再加上两人的合照 足以证实他所言非虚 粉丝表示 张国荣二楼睡房外面有棵大树 原本是为了装饰没有想到成为狂粉的作案工具 有一位喜爱张国荣多年的粉丝 借着这棵大树避开家中用人以及堂堂的注意 爬到张国荣的房间 并在其床边等到张国荣返回家中 当张国荣回家开灯的时候 看到对方坐在床边 顿时惊了一跳 不过他故作镇静 一边安慰对方 一边想着方法逃离 随后便以话语安慰 并询问其名字 答应同期结婚 一边安慰一边朝门的方向行进 带到时机成熟 直接躲门而跑 叫来了佣人和堂堂 不过他十分暖心 并没有因为此事报警 事后他与这位铁粉聊天的时候 不仅将此事讲述的淋漓尽致 而且还添油加醋 十分的搞笑 除此之外 这位粉丝还爆料堂堂与张国荣同居的一些事情 饶想当年张国荣在演唱会上大胆表白堂堂的一幕 真的是让粉丝又惊 喜的是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 惊的是 当时的香港社会对于同性的爱恋还不是那么的接受 恋情公开之后 张国荣与堂堂之间便少了一层隔膜 经常会直接到一起现身 不过在两人同居期间是分房睡的 佣人 要想进入哥哥的房间必须经过批准才能打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密室 伴随着时光的推移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关于哥哥的去事曝光 说到堂堂对哥哥的爱恋真的是深入到了骨髓 每一年的这一刻他都在社交网上发文悼念张国荣 今年更是贴出了两人首次被直击到牵手的画面 温馨的感觉让人泪目 唐赫德晒多张照片缅怀张国荣感叹 有谁共鸣 为其已单身20年 4月1号是张国荣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 每一年都有无数的朋友用自己的方式怀念哥哥 今年是张国荣逝世20周年 唐赫德也在深夜发文缅怀 唐赫德晒出了张国荣的多张照片 其中有剧照 写真 戏服 演唱会造型以及生活照 特别是最后一张是他跟张国荣曾被狗仔拍到的一张图 这张图是张国荣牵手唐赫德 无畏任何目光地走在街头 唐赫德默默回头看了一眼镜头唐赫德配文 夜蓝镜有谁共鸣 表达思念之情 唐赫德是张国荣母亲的干儿子 两人自小便相识 长大后失去联系 直到张国荣26岁那一年才重新相遇 开启了一段长达20多年的旷世爱恋 自张国荣离世后 唐赫德也没有交往过新的对象 而是每逢祭祀或者是重要节日 就会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悼念 怀念过去 63岁的他已经坚持了20年 还有网友晒出了两人罕见同框的合影 这些照片就是两人的过去 有的是私下的合照 有的是狗仔拍的照片 有的是路透 每张照片都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是他们相爱的证据 唐赫德还曾配同样的照片 写下过这样的契约 死生气阔 与子承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除此之外 歌手品贯等艺人也发文缅怀 怀念张国荣 很难绕过他在影坛和歌坛的成就 国际影响力 在亚洲明星中首期一旨 至今仍没有人赶上 影视代表作品有 《阿非正传》《妾女游魂》 《春光乍蟹》 《英雄本色》等等 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霸王笔迹 影响巨大 被誉为华语电影的高峰 而他扮演的成蝶依一角 更是无人可比拟 无数导演 跨过张国荣的演技天赋 王家卫称他是一个 对自己很严格 并且要求很高的人 拍戏前会一直琢磨 代表香港那个时代的 艺人的一种很专业的精神 陈凯歌导演说 没有张国荣就没有霸王笔迹 两位大导对张国荣的评价 足以说明了一切 张国荣的歌手生涯 也非常的精彩 作品 《我》 《沉默是金》 《当年情》等 都是经久不衰 在香港乐坛全胜的时期 张国荣和谭永林霸占 全部奖项 后来谭永林宣布 不再领取竞争类奖项 张国荣选择退出歌坛 闪避了谭章争霸 粉丝掐架的局面 当然后来又传出 张国荣退出之前 曾有人好言相劝 也有人恶语相向 威胁 半退半就 便退了 重返歌坛也是命中注定的 拍摄电影 需要演唱歌曲 顺势就付出 人品是张国荣的受人尊敬的一大优点 他对后辈也不吝啬 提携过张学友 黎明 杨采妮 张卫健 古去基 古天乐等人一人 让他们的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 对普通人也抱以最大的善念 为家里的佣人购买过房子 非典时期见到孕妇颠倒 不顾风险上前缠辅 爱心捐款和公益活动 更是一直都在做 所以一直有人怀念张古荣 因为他值得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